大家好,准时开工,不是准时,都是不准时 基本上又快要假期了,so must go on 昨天就录播了,去了行山了,走了20里 都六七点才下班,十点起步去行六颈 北区,在哪一届,拍了很多照片,但是不漂亮,选几张 好了,今早起床又是枪击案,又是暗闪 本来就是想,但是其实应该说的,因为其他新闻 就是香港人,我那些好像不太喜欢国际新闻 通常反应都一般,我都觉得自己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国际新闻,其实我做了一条,做了一个 就是说美国的deep state,军功复合体这些影响了美国政治 那条学术片变了罐头,因为枪击案之后 那希望什么之前拿出来,拿出来 如果你说有人想杀他,一定是军火商 你和民主党没关系,民主党后面是有老势的,是吧? 美国的deep state,你说deep state要杀他这么大仇好,不会是公务员,是吧? 就是公务员的利益不是大到这样的,争论他还是争论他 不是职业官僚,是吧? 不是外界的商人,那些商人不经常杀人的 就是要搞到买起他,要买起拜登这边那些 是吧?所以就是阻止他卵食的,又不是特朗普,当然不是的 特朗普其实是打下贸易战的那样的 那最恨他的人呢,除了这个军功复合体的人呢 如果是,背后我们一定是军人 因为他很聪明的嘛,要结束他的战争嘛 但是哪个人最喜欢战争呢? 哪个集团利益令到美国的军费不断上升呢? 那你有个错觉就是美国的军费上升呢? 世界的秩序就好了,他做了世界警察了 但是事实上不是嘛,事实上没关系嘛 尤其是他军费大了,那他做都要做到 整个世界是有这样有事,那里有事 小的战争不断,大的战争打不成 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样的 这个最符合一些军火商的利益 那当然越整越精,那些军火武器啊这些 那打仗就越残酷,但是就很难形容的 现在的战争和以前,以前反为速战速决 那你很厉害,哪个势大,然后就决战 那接着就行的嘛,闪电战是吧? 但是现在呢,你看乌克兰和什么呢?好像两边都 那你说,喂,是什么? 谁对谁对,你不要想谁对 你只想想为什么打不完 那你说,诶,何国强那样? 何国强应该,两野弓又要灭了他 那也是完啦,是不是? 又不完啊,就完不了啊 那这边,哇,四十个国家撑他 那你一定赢啦,乌克兰 又不是啊,肯定赢不了啊 就是在输啦,你看那个地图 就始终中国抗战八年的地图 你有没有上网找一找,抗战地图啊 很有趣的,不动什么 就是在头那一两年,就是有个大罢了一分之后呢 接着呢,接着就肯定来来去拖延了八年 都没法打得,没法触战触决 是吧?也都因此助大了共产党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美国的军人 那些军人是不是不相信啊? 川普呢,如果你问我,确定找一个人逮捕呢? 我一定是认为美国的军佬 背后是要对抗川普的 因为川普说,两东西是解决的战争 那你不要搞一次不行啊 可能他搞定了,搞定了很多东西呢 美国军方就很不高兴了,是吧? 就是美国军方的荣誉就没了,是吧? 就是呢,还有呢 还有,还有他们没了生意,是吧? 那,Deep State里面的军方,他们是这样 远了,讲远了,讲回这件枪击案 那有些事情我们是要搞清楚的,是吧? 因为呢,比如不妨是由这个 就是,今早就已经上了微博热手了,是吧? 那,就是 就是,中国的网民就表示了吗? 那话题,微博的话题就是特朗普疑似在佛州租暗杀未遂 应该不是疑似的了,是租暗杀未遂而已,是吧? 那,于是乎疑似之后呢,社交平台上呢,就除了热手之外呢 就怀疑了,是吧? 就是留言,说实话啦 现在特朗普团队已经可以搞一些未遂来修给自己造势了 那你可以立刻这样想的,是吧? 不排除自导自演,是吧? 那这个首先我会买套了,很快就买套了 那,你可以觉得是的,因为他那个是AK45,是吧? 300尺,350尺到450尺才能开枪,以我的了解 AK45是自动步枪,半自动步枪,是吧? 那,其实他的杀伤力大,一排之间70个的,一阵就打完 就是说呢,他要什么呢?就是紧次于机枪和冲锋枪的作用 就是说在这个战争,就是说呢,简单来说就是用火力压制对方 所以他准确度是AK45一向都不准的 就是他不是一支所谓的追击步枪 所以就算是200尺之外呢,都是很近的了,差点拿他命 今次呢,350尺其实很难的了,是吧?很难的了 那么,打光了呢,都未必有个可以打得中 是吧?但是,你要知道的,没有标准的 即使不撞棍是糊的 所以你想想这件事呢,除非那些是空弹,烧炮掌 这样的造假情况太紧要了,又不通了 所以只要是真弹呢,这个造假的可能性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你是特朗普那边,你都不冒这个危险了 就是说不是哪一支子弹?打一粒而已,一粒就中了 打正我头就玩完了 所以基本上就不像 这样的确是有人想,但是现在距离很远 当然危险性不是很高,但危险性永远有 那件事就发生了,现在就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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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这个叫Ryan Wesley Roof,辱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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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Signal、个人资料栏和WhatsApp 原来这样都查到 大家的WhatsApp、Signal一有事可能被人查了 起底了 平民必须改变这城战争未来的纷争 他发表意见 他个人资料介绍就写了我们必须每一天进节的一份力量 用个人一小步支持人权、自由和民主 这个是哲学家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帮助中国人 有这句好笑 他没去中国射杀习近平 必须帮助中国 这些他是58岁的叔叔 你问我第一个反应这个不是傻子吗 我说这个是哲学家 有这个思维的人是不多的 是不是 你写了在Facebook 或者你写了在Signal 你自己个人的什么 我想他去Twitter那些全部封了 现在看不到 已经封了个帐 全部查他过往言论 但是很明显他有一定的宏观哲乐思维 是不是 这个就是互联网世代的特点 你可能突然觉得自己很伟大 跟社会很关系 社会国家希望靠你 有这种思维 这种就是哲学家的思维 我也是这些思维 但是你诧异就是 哲学家不是 你别以为哲学家一定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哲学家有些很神经的 被认为是神经佬的 不练缺 是不是 非常之激情 尼楚那些 有些是赞成战争 诸如此类的 所以 智学家不一定是温和的 这个是智学家 都可以是 我肯定有些跟别人同 但大多数我是讲别人的东西 我这些是哲学教师 最多 哲学家 就是哲学者 读哲学的人 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常识 最多是这样 真正 真正自以为一家 他一定想一些东西 跟所有智学家都不同 这些人才会成名的 后世在云民众生 无论他是普通人 总之要写一本书 当然 还是教授 那么多人写书 那么多人做过教授 是不是 为什么那些人会流明呢 成为突出者呢 因为他讲的东西跟所有人都不同 是有创意的 一个神经老 通常都有创意的 就是他想的东西 我都介绍过了 独狼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思维方式 得出一些结论 而这些他是跟所有人都不同的 别人怎样跟他讲分析多理性 他都会不听的 这些人最危险 危险在他想了不做都没所谓 但是很多人真的做 就成为我们所谓的独狼 如果他归咎于哪一个政党 哪一个人 所有人都可能刺激他变为独狼的 当然他这么恨特朗普 特朗普就是刺激的 特朗普就是刺激他做了独狼 特朗普自己当然不知道有人很恨你了 是吧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很恨我 可能有的 是有这些人的 这个我不可避免的 只要你暴露在公众 很多人特别喜欢你 也很多人特别恨你 很怪的 这些人就知道了 但是去到真的杀人 尝试杀人 杀人未遂 基本上就是极少的例子 但是现在的确是出现了 是吧 一度开枪 没有人受伤 然后就被抓了 是吧 他是五十八岁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一直讲他那个 FBI就说呢 在高尔虎尔俱乐部发现一名首持AK47部枪移反 跟他开了一轮火之后 竟然就走掉了 但是很快就追到他 洗了一两个白色的SUV图里 附近一个圆皮泡 他们在打球的 是吧 开了枪之后呢 就打不到他 上次那个人一枪就打死了他 上次打死了他之后呢 他的儿子 他的老爸 不知道什么事 这次他的儿子 这个疑犯的儿子被抓了之后 就说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事 很正常啊 我老爸 这个他有一个伟大的护恩 Oran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老师这个Rose的儿子 之后受访了 他自分都很讨厌特朗普 但是不是暴力啊 平日没有暴力谈了 通常都没有 是吧 我们记得我们那个梁先生 刺警那个正常的一个仓务员 父亲恕望这样的震惊 他说对方只是收过很多张牛肉干 憎警察而已 以前只收过很多张牛肉干 他的儿子也都表示 Oran 表示父亲不是一直勤奋工作啊 伟大的父亲 不是什么伟大的 英文的great 就是一个正好的父亲 在他的角度来说 对不对 不过他说父亲非常关注湖南战货 是吧 就曾经组织人去参战 自己没有去过好像没有 但是 他去过湖南看过不少人 但是呢 就很生气啊 特朗普就事若无睹 还叫人去投降 准备啊 诸如此类啊 这个是政治见解 而且这个政治见解和美国没关的嘛 那这些人如果不是很有哲学家的思维呢 就是将天下事视为己任 天下事不是天下事 就是乌克兰的事 即使我们觉得美国多对不对 特朗普多对对乌克兰 可能都很上心啊 我们天天看乌克兰的战方 都是很生气 特朗普逼人土地换和平这些做法 是吧 那是否是才算呢 但是呢 总之呢 就不会颠到真的去杀他嘛 但是这个呢 啊 就是呢 这位律师 这位律师在纽约华府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 告诉柳氏 觉得自己的招兵计划可行啊 不听反对意见 典型独狼的 即是他有一套想法 跟着你怎么说呢 他都觉得你始终的华川粉 不听人意见的 通常就没得说的 是吧 即是 有人有一个外籍战士 即是雪教 在他的面上 在Facebook上跟他讨论 那是什么 直接说 你真该被打死 但是不等于他的暴力傾向 就是他觉得 意见不合就已经杀了这些意见不合的人 那呢 托里班就曾为乌克兰招募新兵 在巴勒斯坦伊朗转移到乌克兰 是吧 表示有几十个人有罪 所以就引起这个 引起这个纽约时报访问过他 那又奇怪 而且如果你是美国的忠情局 即是香港国安 你当他去 应该留意到有这样的人 他不只是说说说说你都逮捕了 香港那些 他真是组织一些东西 虽然你说组织一些东西去杀民主派了 那就由他了 不是呀 他更加不是的 去参战 香港有没有人去参战呢 香港 台湾是有些人的 全世界都有些人去参战 那有人参战就算了 毕竟是你个人的英雄主要震 那你要去战场 有些人很喜欢战争 他要去战场刺激 这是个人的事 但是你跟其他人是没关系的 即是跟香港没关系 跟美国的政治 跟大选也没关系 特朗普是不是到时真的这样呢 还是他大胆说呢 我说你等他十成十是大胆说 到时他做到总统 他未必说得出 未必做得到 因为Deep States不容许 军方不会容许他这样做 因为这个完全将美国的荣誉掉了去 做了一世 如果美国不是有美军介入少有东西 即是说现在都是在介入的 就最省钱了 只是给钱 这样你都不给的时候 美国就没面子了 欧洲人 特朗普就说我们做生意 不顾那么多 但是很多美国人不是这个思维 但是虽然不像我们是总统的时候 所以可能 可能美国的军方移动他 但是未必的 也未必需要移动他 做到总统他就未必是这样的 这些你要明白的 而且他没有说过他的计划是什么 到时他扔了计划出来 苏联那边说不接受 那我说不接受就有你了 不理你了 接着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 之类之类 延续拜登那种 其实拜登那种重阴森 就是让别人打不完那场仗 一直控制着武力的程度 供应火弱的程度 但是你拖一拖来当然死得无辜人越多了 战争的东西 但是 这也没得说了 之后呢 民主党那边呢 即是大人大意 自然出来 播敢来说 我们没有这个 暴力在美国 没有容身之所 拜登 哦 知道他没有事 我都很安心 安而无 松了口气 这些标准东西 上次他也是这么说的 是吧 心里面怎么想到另一回事 是吧 心里面怎么打架死他 五方手整个 我只要能够判断这个是真的 不是大陆网民讲的 即是 不是大陆网民讲的 即是 造假 即是自从陈水扁 现在真是造假你更加查不出 但表面看已经觉得不是了 不好了 只要那把是真枪就不会造假 因为A-47不跟普通手枪 普通手枪如果近距离 我不打你的头 即是死的机会 但也没有人制计 没有人制计 刚巧打中心座那样 那当然可能整定了什么 那也没问题 打中边凡 打中个神 早死 早死十年的 不可能有人会安排这样的事情 诸如此类 但陈水扁那次就疑点很多 是不是 因为不是打他 打他旁边的那个女秀联 到现在 但也没有很肯定 当然了 你说美国BBC 会不会是美国成为新常态呢 即是说这个政治暴力恐成美国新常态 BBC的一个记者分析 分析自上 美国已经数十年没有发生过 我类似针对主要政敌 上次就是烈根 针对暴力事件 如今短短两个月 两次几度暗杀 目标都是杀死前总 都是前总统特朗普 因为他太过引起争议 招职而已 你成为公众icon 永远是两难的 要么你就很受欢迎 你很恨人憎 他又很受欢迎 又恨人憎 那就直接容易出事 这样解而已 没有解的 是不是 何锦丽会不会呢 都没有 嘭就死了 嘭就死了 你没得说 这个是远远未到一种常态 如果你说常态是美国的 美国的确是常态政治暗杀 对吧 金乃迪和罗拔金乃迪 他弟弟两个都死于政治暗杀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 之后已经周园 保安那些东西 不再冒险了 但是特朗普现在也是有个平的 就是他如果出席前面有块大玻璃了 是不是 已经不同了 但是今次就是打球的时候 是不是 有待都差不多了 现在基本上 是吧 连开八枪 AK47可以打70发子弹的 如果我看到那个墙盛满的话 是吧 那 哇 sorry 不是 上次了 延开八枪 今次就 今次 今次 上次那个还是危险的 上次那个是追击枪 就是 这是给你射远程的嘛 瞄准啦 这么容易 今次这个是不行的 证明他真的是业余的 这几十七基本上是随便都买到的 这个白竟然是走掉了 最差异就是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 认为我们要帮助这个维护世界和平正义 日本人看的那些超人片多 维护世界和平正义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责任 就是某些都是教育家 不是说 就是 很多讲过这些 engagement 如果你 就是沙达那些 存在主义者 就是我们要 跟社会结合有基地 人生命才有意义 是有一堆自学家是这样说的 当然也有些自学家 就是日本 说你要追求小国硬 是吧 自学家就是这样的 说些东西一般人不是这样想的 是吧 一般人其实是 看起来看 为什么 就是美国是 参与这么多场战争呢 如果你真的要想 就是美国那个 那个 哲学家会说 就是 那个deep state 影响了很多东西 甚至是影响了一般人 他整天 在新闻报道里面 跟着美国 grat,grat,grat 我们一定要做世界领导人 做什么世界领导人 以前有门内主义 门内主义 其实 大多数人都说 那我顾着自己就算了 是吧 香港肯定是 所以 但是你看到民主派那些 洗脑洗得多之后 哇我们要上街了 结果就是上了一次 之后会不会随便呢 是吧 就是说 一时兴奋的 结果一拉人封艇 那些人都不会充趣 对吧 即是常态来的 人是先顾着自己 但是呢 哲学家就像他那样了 说多次 他那个 我拿来做图 我们 这个叫做 Wire and Wesley rule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每天尽一分力量 用个人一小步 支持人权 自由和民主 这个真是民主派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帮助中国人 他就在Signal和WhatsApp上 就简介他自己 这个当然他人生哲学 哲学家来的这个 但是就 没有位置 不容于社会 那可能我心里面就打死他 他就干手正脚了 这个是另一个 就是说其他的那些 其实还有些东西想说一说的 就是 你说的是 特朗普第二次中枪 对他是不是公平呢 就很难公不公平的 政治没有公不公平 这一回事的 有输赢的问题而已 但是对他的支持者来说 是不是更加强化呢 应该是的 但是第一次就很英雄的表现 第二次就谈不上了 危险度就不高了 那会不会加强了他的选情呢 应该又不会的 就是作用不大 因为第一次是很强的 我想他现在的基本盘里面 很多都仍是受那次槍击的影响 是不是 就是觉得他英雄 但是 以前美国人是很崇拜英雄的 但是今次呢 不是的 走个大少姑婆出来 其实是花画 大少姑婆 我很公道的 他说的是花画 那些 其实不是很编制 美丽的说话 不要说谎言 总之呢 就哄到所有人 跟布巴马一样 口舌便级 形象 形象 有趣 但是多数人狗为了 好像很有个性 真性情 那样 整天吵吵吵吵吵吵 那样 有少少少拉台作用 对他开头 那个 那个 就是开头 就是两个月前 第一次中枪的时候 那个气势 拿回来 我估计不是他想出来的 我不相信是造假的 是吧 但是客观上有这个状态 所以永远就是我们看 就是 看戏不看 真的有时不是 但是也没办法 你除了看戏 有关你的事吗 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有关事 走去上网 打几个字 不是这些就是这个 这个 我们每个人都有力量 我们可以影响世界 所以我们要做事了 走去上网 哎 有个百乱 我不符合我心水 就吵吵他 以为自己扮演了角色 你又有什么角色吗 我又没有角色 你又没有角色 你又没有角色 我真是不明白 我们这些 是不是 就是不是什么 我们很实际的 不是怎么实际的 就是明的 做人不是说 就是哪些人 是吹到自己 一些小小的概念 所谓政治家 就是把一些东西 令你个人都觉得 我是部分的 part of the issue 我们起来 你看到阿洛锦黎也是 他也是很运用那样东西 就是你们 手里面 我们要争取 我们继续什么 每个人都要出来行动 那些人涌出来 觉得自己很重要 做了很伟大的事 诸如此类 帮手助选 这样 香港的民主派都很厉害 越搞越厉害 不过最终就出事了 诸如此类 但是你说 去回我们 就是一个大多数人 其实是高兴沿荡 看戏 很可憐 政治人物就不是了 他生死的问题 也是他 他们继续努力 只能够说 开了这枪 对 何锦黎最上个星期 赢了那个 评论 的小小好处 可能 又被他 又被他磨 怎么计呢 最少提醒大家 特朗普捱过一枪 真的 这枪是当你假 不是当假 不是假的 这枪当是没什么事了 但是呢 这枪的作用就是 驚醒他曾经捱过一枪真的 很紧的 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 我估计 但是是否要赢呢 五十天 大把花样你看 我们不用不上心 总之是看东西这么看 好了 讲完了 我们讲回香港话题